好 我們來到紅年島 現在我們會選擇一個支線任務 就是關於超夢夢的 首先我們要先來到紅年島的實驗室 我們最近發現一種 我們以為一百多萬年前就滅絕了野生精靈 這個應該沒有關係 我們到處看看 這裡應該會有些特別的道具可以拿 我們找到的精靈 正正就是夢夢 但是夢夢用精神傳送 從我們身邊逃走了 即使是這樣 我們都是能夠從它留下的眼睫毛 收集到它的DNA數據 有了DNA 我們就可以製造出那隻滅絕精靈的黑龍體 好了 為什麼這裡那麼黑呢 眼睫毛沒有提供足夠的DNA數據 製造一個完整的夢夢的copy體 一位科學家決定介入 將它的DNA和夢夢的DNA混合 製造出一隻完整的雜膠的copy體 這間屋 OK 邀請鹹 我們成功得到一封邀請鹹 這封邀請鹹就是來自超夢夢的請強大訓練師前往新島挑戰的邀請鹹 裡面失滿精靈的樹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 最特別應該就是那封邀請鹹 好 得到邀請鹹之後 我們就會前往去到熊練中心 就會看到小藍在說話 什麼 精靈中心的橋醫護士不見了 但我需要去新島之前醫好的精靈 原來這個就叫做亨利警官 我們上次有個知線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什麼亨利警官不知道是誰 終於出來了 對不起 但是做理智一點 我們正在找他 小藍 一定是我的亨利 你為什麼在這裡 嘻嘻我收到去新島的邀請鹹 你又有份 看來已經沒有位置了 阿娟你也在這裡 我想我們都收到來自天通中的啟暴龍的邀請鹹 唉這類人真的吵亂發佈 啟暴龍 沒錯阿 我不可以讓他們知道 我在熊練島的一張椅子裡找到 嗯 娟你去哪裡 去新島 我沒有時間在這裡慢慢跟你們聊天 阿娟呢 總是令人很不開心 你現在要走了 給我們這個邀請鹹的人 肯定是一個有權有勢的人 才可以想到這些奢侈的事 可能為我們準備了一些豪華的自助餐 這個就是你想提前退的原因 不用擔心我會注意我的身體 我的身材 不會走樣還是怎樣 OK 超夢的易襲之善片像 好 那應該就是向這個方向走 左手邊這裡 這裡 紅練島的左下方位置 有很多鯉魚王 很多鯉魚王 我們先去 抹一下水 新島 這裡就是新島 OK 有人打 好 不要緊 竟然打不死了75 這裡 嘩 OK不要緊 新島有這個方向 這麼遠都看到我 奇異花 帶給鳥 這裡 水 搞定 這裡 應該是吧 到了 新島 已經有個奇怪的音樂出來了 喬姨小姐為何會在這裡 我們先測試一下 有點害怕 我的主人歡迎你來到新島 蛤 你是喬姨護士 你不是那個失蹤的 蛤 或者你搞錯 我這個就是精靈中心的喬姨 是吧 紅練島 剛剛那個 我一直在這個島上工作 我的主人服務 我們看看這裡有什麼打 有迷信者 還有什麼 飛腿狼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東西 很普通 是吸管 不是不是 這個叫做的 叫做什麼 呃 迷信者 就比較 少見了 好 我們先抹一抹門口這個橋 請往這邊走 我走右邊 欸不行 他一定要控告你走左邊 為什麼 咦 到了我們 啊 小藍 等了你很久 你拖得太久了 我們打算不等你走 你哪位 這個 看來我們成功做到的人 先生 阿sir 為什麼你是 哦 他是廢格斯 他是不是很帥 廢格斯 我注意到你的鯉魚龍太好了 你介不介意我們 這次就快見到我們的主人 咦 就快見主人 啊 出來了 欸 我們來看看世界上最偉大的精靈訓練師 是超夢夢 你認識他 欸 我認識你嗎 孩子 他認識說話 是超能力 超夢夢是我 你不是跟下巴一起嗎 啊 超夢的project有權是不是圓形 什麼 我是超級超夢 來自骨子群都可以分佈 不是好像超夢夢項目的超夢一樣 我的DNA分子結構包含更少的人類DNA 真是說他是一隻精靈 是啊 世界上最偉大的精靈訓練師 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精靈 超夢 超級超夢 超級超夢 精靈都做訓練師你瘋了 有什麼問題啊 我會決定自己的規則 啊 啊 好 這個廢價師已經死亡了 我這麼快 他很強大 這些小子 你已經沒用了 啊 我在哪裡啊 喬伊護士 你被我的超能力從精靈中心傳送來這裡 你的精靈心理學的知識對我的研究很有用 現在我的研究已經完成了 你對我沒有更多的用處 既然你是精靈我沒理由捉不到你 阿娟 傻子 大腿要用燕飯 弱小 彼朵 NO 大腿要回來了 沒用的 但是我伸出來這個星球上 任何一隻精靈都比我 都不會比我厲害 你想試試 只是我想要試的東西 跟我來吧 這些精靈就這樣放在這裡 變變 變變 有3D龍嗎 阿娟有3D龍嗎 阿娟有3D龍嗎 這些是什麼人 什麼人 我這些應該是剛才那個什麼廢價師 忘了叫什麼名字 總之是那個老人 幾個 阿娟 阿娟 這個是3打3 阿娟 這個蠻有趣的 這個蠻有趣的 這個還不是一個 Copy體的對戰 好 我們先問問這個老人 打下這些黑龍體 打不到 打不贏軟體 他們 一定要小心 超夢夢很危險 小心外面 有多危險 我們先用個蛋蛋出頭 一來就 阿不是 應該用這隻線 好 我們來了 咦 不是這樣嗎 這樣嗎 還是問他 我應該戴奇異花 蛤 蛤 不是吧 要戴奇異花 你早說 有沒有精靈中心 在這裡 沒有的 要回去 好 我們已經回來了 我們已經 就拿了一隻奇異花 準備可以開始 好 直接問超夢夢 是吧 我用一種奇異花噴火龍和水箭龜的遺傳物質 copy了更加強大的複製體 他們是黑龍體 阿阿 沒錯 他們比圓影更加強大 怎樣怎樣 你們哪個要對抗我先 上次我低估了 你這次不會 去吧噴火龍 用噴射火炎 用大自燒 噴火龍 有動畫 偷測地球 噴火厲害 厲害 厲害 看來下個就是我了 龜仔用水炮 火箭透脆 噴火光線 龜仔 好 剩下我一個 不是真的要我用奇異花 你最好放棄 那些copyT太強了 這麼快放棄 他說不會輸給圓形 來了 我們真的要用奇異花打 哇 你的奇異花挺帥的 野生的奇異花 足不足得 試試看 放什麼 寄生種子 沒有放東西吧 不足得 嘩 適地震 不要緊 你已經死了 朋友 我們用布恩 搞定 哈哈哈哈 你做得我好 休息一下 奇異花都輸了 我製造這場風暴 將會毀滅全人類 精靈將會統治這個世界 你製造的風暴 都會消滅其他精靈 依靠人類可憐的精靈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任何蠟燭之地 就好像你們一樣 不要這樣說 這些精靈 不要跟我拼嘴 嘩 消失了 你做了什麼 我不會拿去生命 我只是把他送到城堡裏面 在這個風暴裏面 而這個暴風雨 最終要把這一切都摧毀 我要離開了城堡 我需要回去 我要救小南和Queen 我這裡進去 所以 門被人鎖上了 所以我們要秘密行動 OK 這個 噴霧效果消失 這裡應該是一些 一些 一些不知道什麼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是一些copy 不是 應該是說一些 液體 生物液體 這個一定是黑龍實驗室 嗯? 是富士老人? 你要播放 咦 有東西看 有東西看 OK 板木 你們兩個的任務 是製造一隻 幻之精靈的黑龍體 夢夢 下巴 所有的黑龍體 失敗了 他們都變成 紫色無規則的小團 我們沒有足夠的DNA數據 來構建一個強大的分子結構 只靠一條眼睫毛 是不夠的 是八變怪 富士老人 等我們稱這些 叫做八變怪 噢 紫色那些 就叫八變怪 黑龍的進展成怎樣 所有的黑龍體都未完成 我們只是未有足夠的DNA 來構建這個夢夢的身體 但我們製造了一個叫八變怪的精靈 我在你這個project 投入了大量的資金 我最好下個星期就見到實驗的結果 否則我就會斬你們的頭 哼 那些垃圾竟然在純白鎮捉不到夢夢 如果我們沒有更多DNA 那這兩個的黑龍 將會又是一個失敗品 我知道 重新開始是不可能的 我們沒有多餘的資源 這兩個是我們唯一一次的機會 如果我們用其他的生物DNA 你的意思是 通過混合其他生物來縮小差距 可能有效 但這個世界上有什麼生物 就好像夢夢一樣DNA數據 人 啊 下班你沒事吧 你不輸 沒事 但這是唯一的方法 我要用我的DNA 幫黑龍體製造身體 這樣很危險 我們甚至沒有被裝置消毒 我們不能選 我了解版木 他不會原諒心敗者 黑龍的技術越來越成功 但我們依然需要更多DNA數據 現在應該沒問題 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 我會添加更多我的DNA 下班 我們來看看電腦上面這個 看一個頻率 這兩個黑龍體通過心靈感應相互交流 不是 他們是用心靈感應戰鬥 我需要將這兩個黑龍體分開 原來富士老人跟下班一起 幫火箭兵團做過事 這個就是一個火箭兵團的夢夢計劃 好 這裡 按一下這個按鈕 黑龍已擊活 蛤? 我按了什麼? 那是什麼? 神經病 這個房間裡的機器 控制著這個黑龍的過程 其實我裡面都不知道 咦? 沒什麼特別 認不出路 全部都是這個樣子 大佬 全房都是這些房子 好 咦? 有奇異種子在這裡 咦? 超奇異種子 5個而已 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我先捉了 咦? 小火龍 它有點不同 我看到它 對了 它有點傷痕 還是恐龍的斑紋 對 車里龜 車里龜也有 原始的 一些的 一些的紋 遠古時代的紋身 這個是不是 什麼? 車里龜是家族特性 那就很神經病 朋友 你五個而已 這麼難捉的嗎? 睡個覺吧 好嗎? 好 接著我們就要去 是不是見一見超夢夢 咦? 他回來了 小藍 我們到達極限 我們沒有辦法打贏 沒有可能 還有其他挑戰者 有 回來了 由地獄 你沒有吸取教訓 看著 夢夢 超夢夢 是這個幻之精靈夢夢 夢夢 所以我們終於見面了 我可能是由你的DNA 黑龍出來 但現在我要證明 超夢比原型更加強 更加強 這個世界對我們兩個來說 太小了 哈哈哈哈 你至少還有一點頑固 我們來決定哪個才是震 哪個更加強 是超夢還是夢夢 是這個黑龍體還是圓體 我們被創造出來比圓體更加強 什麼貌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不管我怎樣攻擊你的圓形 都不會輸給黑龍體 而你是來消滅所有黑龍體 你 看看怎樣 什麼 什麼 回來的那些精靈 他們自己出來的 什麼自己出來的 怎麼 我想問夢夢的 我不想看到他們兩個 任何阿方死或者輸 或者喬姨護士說得對 黑龍體都肯定有感情 那我就要 我受不了了 不管是黑龍體還是被黑龍體 他們都是在生存 他們都是平等的 都是活生生 哪一方 即使他們是被創造出來 他們依然是一個活著的生命 哪一方都不能贏 我們找超夢 嘩 就這樣撞一下撞一下 我要阻止他們 只要夢夢和超夢繼續作戰 就沒用 生物是不會屈服在同類的生物 他們會一直戰鬥 直至另一方被趕出去 生物就是這樣 一個弱族強食的社會 生物是這樣 但是超夢夢是人類創造的 但它已經是一隻活著的生命 它是活生生的超夢和夢夢 停下 蠢在一個人類都敢 使徒阻止我們的作戰 變成石化 我們的主角 我的石化了 全部都不開心 回來了 這麼快 沒錯 我們是一個像我一樣存在的精靈 最好不要有人知道這件事 你們要去哪裏 我們出生 我們會繼續生存在這個世界生活 某個地方 應該是它和超夢夢一起 它和夢夢一起 為什麼會是精靈中心 超夢的逆集編章結束 OK 這個超夢夢大家都看完 我們就看一看這個 我們看一看這個 我們看一看這個 是什麼 這羽三家 究竟這羽三家有什麼特別呢 喔 奇 其實三隻它們有紋 只不過奇異種子 它的紋是在腳的位置 而小火龍是最容易看到的 急速加速 又是加速的 這個小火龍 這個又是加速的 車利貴 那奇異種子也是 真的喔 奇異種子也是 真的喔 這麼有趣的嗎 但是能力很差 不要緊 我們有機會再用 反正這個都 很少機會會用到 因為這隻遊戲 暫時沒有 新的主事買 怎樣 好